《美國國務院》公布《美商在港風險》 7月19日香港美國商會會長祖泰娜表示 香港仍然是一個好的蠟燭私地 但商業諮詢公告內容 讓在香港經營的公司起到驚醒作用 希望中國和香港政府保證商業環境不受任何侵蝕 包括網絡和信息自由 祖泰娜接受彭博採訪時表示 美國政府發布商業諮詢的行為很罕見 這樣的行為讓那些不了解香港現在面臨的變化的人驚醒 這樣對於美國商會成員和多數公司來說 因為歷過一段時間非常了解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可以調整應對 但風險也同時增加 祖泰娜強調 法治對於在香港的企業而言相當重要 雖然《國安法》尚未在法律層面真正影響美商的營運方式 但法律所帶來的廣泛影響引起很多人的擔憂 祖泰娜繼續指 香港和中國不同之處是可以使用Google、Facebook和任何網絡平台 希望當局必須意識到這一點的重要性 並公開表態將維持資訊的自由流動 美國國務院對香港開展業務的企業發布諮詢公告 內容強調對數據私隱、信息透明度和獲取關鍵業務能力 受到美國制裁的香港或內地企業或個人有業務往來企業面臨的風險 尤其是在去年北京施行《國家安全法》之後帶來的風險越來越大 中文字幕提供